佛法到夕望 佛法说起来很简单 就是让你有信心 业力就是念头 善念是善业 恶念是恶意。 佛法讲得最清楚。 整个宇宙从哪来的? 自己心相生。 离开心相, 一切话都不存在。 念头住在一切。 你要改变它,还有念头。 这就是没道理。 念头必须到什么时候, 你才能够控制它们。 如定, 我定功,你就能控制念头。 定功是什么呢? 是因念不慎。 没有分别,没有妄想,没有记住。 这就是真谛。 这八万四千法门, 统统都是修, 即日定会。 正观用。 现在的宗教有危机。 危机是从放弃了戒定会。 有人专门研究它。 我当时也没有学库的研究。 也研究经典。 没有解定会。 没有解定会。 那个佛法案就是假的,不是真的。 佛法成员。 真正乐视到解定会。 很明显。 是真正乐视。 真的是心相思成。 学习最大的障碍就是我。 有我就不行。 我是假的。 根本也没有。 你要治这一个我,坏了。 宇宙也不是真的。 凡所有向皆是修好 能利益皆相 这是得清净心 真正修皆定会 那就是佛会双修 佛法里面的利益 头一个健康长寿又得到 智慧先前 六根结束六成境界 眼睛似耳闻身 起什么作用 生智慧 生智慧就什么都没了 这就是今天讲的科学 科学要通过很多事业 佛法不要的小东西 妄想分别这种方向就是 这它高明解法 真能解决问题 要有人不得讲清楚 讲明白 天地人要去练 要正干 果就现前了 我们现在看很多人 迷惑 颠倒 造业 他不知道这个夜暴很快就现前了 因为寿命不长 现前了问题就来了 这些事情 这些年来 发生了很多 谁抄都最有效 自己抄 自己认真 如理如法地修行 那才是最有效 别人有再好的功夫 给你回想 就像吃东西一样 吃完 吐了 给你吃 就这个味道 所以佛法的功夫在哪里呢 在放下 那一般人问题呢 就是放不下 问题在这 还自以为师 就麻烦下了 利益众生 越多 功德越老 要人家得真正的利益 所以奖金的功德就大了 奖金多少人听 多少人听明白了 多少人依教奉行 那这个人数越多 你功德越老 在现前 你所得到的 长寿 这个长寿 不是你命中的时候 你没这么长的 就延长了 一百多岁 很多都是修得的 修人忘念手 所以依据阿弥陀佛的功德 不得了 你一天二十四小时 脑子里的阿弥陀佛 没有别的东西 是大修行人 一天晚上你会念佛 再拜佛 念经 送经 甚至于讲经 还有妄想 还有杂念 小谷就没有了 就全都冲掉了 今天修功德容易 比古人容易 古时候有机会 很难遇到 现在机会到处都有 只要你能够掌握住 你认识他 掌握住 你最想要下一天功夫 大家果报 不可思 那年五月半 汉学院 这功德得好 大自拉尼 汉书 在中国 成长五千年 现在这个时代 快要断了 没有人都文字学 没有人学文言文 古书摆在面 也看不懂 这叫大问题 那半汉学 我们培养批年轻人 让他沉床下去 文字学不中断 文言文不中断 这是拯救五千年 传统文化 老祖祖辛辛苦苦留下来 我们绝不能看到 在我们这一代断掉 那这就是最大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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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唧 generalized道 Cult bleed 或者津杀 哇 一条 要 若有些文章 洗髮菩提醒 亲自已报上 同生极乐光